原标题 宁被消灭拒不投降 苏联俘虏承认自己是政委 被德军扑出 就地处决在俄罗斯电影《布列斯特要塞》中 有这样一个桥段 在战斗结束后 德军军官问苏军俘虏 谁是政委 其中一个俘虏承认了自己的政委身份 随即被德军扑出 就地处决 德军我们的父辈中 也有类似的情节 苏联政委和几个列兵死守据点 明被消灭拒不投降 在他们被俘虏后 政委被就地处决 临死前 还淡定地抽完了最后一根香烟 不难发现 无论是俄国电影还是德国电影 亦或美国大片 在这个细节处理上都非常一致 这并非影视剧中虚构的情节 在现实中确实如此 德军为何如此痛恨苏联政委呢 苏军的政委制度 源于十月革命 在彼得和勒十月武装起义之后 俄国国内白军和协日国军队 对苏维埃政权咄咄逼日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 只有将旧的军队进行彻底改造 才能保住新生政权 这时 波洛茨基便提出了政治委员制度 自上而下向军队各级推行 对旧军队进行改造 苏联红军初创之际 参军的大多是农民 缺乏军事素养 并且纪律涣散 毫无战斗力可言 有的士兵甚至拿着枪去打猎 白白浪费不少子弹 在政委的工作下 士兵们的思想觉悟得以提高 纪律性更强 在对白军和协约国的作战中 他们奋勇杀敌 战斗力大增 由此证明 政委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直到1918年 苏联红军总兵力已经超过100万 其中一半以上 军委改造后的旧军队 提出政委制度的脱落茨基 由此被称为红军之父 展开全文苏联政委制度的发展 并非顺风顺水 一路上历经波折 弊端逐渐显现 由于分工不明 所以红军普遍存在 政委和军事主观争权的问题 随着这一问题被重视 1924年苏联便取消了政委制度 政治工作由以军委会成员付 则 1937年 政委制度恢复 三年后又重新取消 直到苏德战争后 战争前期苏军一溃千里 士气一蹶不振 出现了整军 整师成建制的 被德军俘虏的现象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战事 斯大林在威纳之际下达了著名的 第二版27号命令 不得后退一步 与此同时 政委制度再次被派上了用场 只有思想觉悟高的战士 才能当选政委 他们有着一流的纪律性 平日里关怀士兵 让战士们明白 为何而战 也知道为谁而战 在政委的带动下 原本战斗意志不弱的苏军 士气得以大幅提升 为了以身作则 政委们身先士族带头冲锋 阵亡率超过百分之八十 远高于普通士兵 由于政委和指导员冲得又快又猛 伤亡巨大 后来苏军高层不得不下令 明令禁止政委在最前面冲锋 即便如此 政委意着奋不顾身 左手小红书 右手小手枪 左手教育人 右手解决人 冲在最前面 是 兵们一看 政委都冲出去了 自己还有什么好怕的 在德军凶猛的进攻中 苏军政委激励着战士们 一波波冲锋 战斗致死也不投降 在政委的激励下 苏军战斗力大大提高 再也不会有成建制的投降事件发生了 如此一来 苏军政委就成了德军的眼中钉 一旦被火灼 就地处决绝不姑息 随后 苏联军中又出现了政委干扰军事指挥的现象 尤其是 在军 十一级的高级政委中 这种问题更为突出 1942年8月 在科涅夫将军的请求下 苏联政委制度又一次被取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